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的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涨 请最大的翻开大玻璃环境 我们今天从四百四十七月第十二行 这上面 这上段 第八个字起 这善男子 上段那第八个字起 善男子 若凡夫人及僧文 我们今天从四百四十七月经文第十二行 第八个字 善男子起 善男子 若凡夫人及以僧文 或因素食 或因圣道 断一介节 这得安乐 如是安乐 也名涅槃 也名涅槃 不得名为大涅槃也 能断出产 乃至能断飞响 飞飞响触节 这得安乐 如是安乐 也名涅槃 不得名为大涅槃也 会鼓 翻身 烦恼 有习气故 因何名为烦恼习气 孙文言解 有烦恼气 所谓 我生 我依 我去 我来 我说 我听 诸佛如来日语涅槃 涅槃之信 无我 无乐 我有常见 是者名为烦恼习气 佛法众生有差别相 如来必尽入于涅槃 生文言解 诸佛如来所得涅槃 等无差别 以示意故 奥胜所得非大涅槃 会故 无常乐我禁锢 常乐我禁来的名为大涅槃也 善难者 譬如有处 能受众水名为大海 所有生文言解菩萨 诸佛如来所入之处 名大涅槃 四禅三昧 八倍舍八胜处 十一切处 谁能舍起如是无量诸善法者 民大涅槃 我们继续前面 佛陀回答 光明片照高贵多昂菩萨所提的问题 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大涅槃 把佛陀详细为高贵德王菩萨及大众说明 这涅槃 它的原理就是火藏了 火熄灭了 我们在火藏里 烤得炎热 有生命的威胁 苦恼不堪 把这个火熄灭了 哎呀 生命得到保障安全 这苦恼解除了 所以这涅槃 解脱苦恼的代名词 所以这涅槃 是通于世间法及初世间法的 但是大涅槃 唯有一佛圣 所以佛陀解说 像我们三界内 我们世间法里面 当我们饥饿饿的发抖 哇 或者肚子发 身体发抖 肚子发痛 有东西吃了 慢慢吃 慢慢吃 一下不能吃太快 吃饱了 哦 很欢喜 苦恼解除了 这也叫做涅槃 那当我们生病病痛 肚子痛 头痛 头晕 脑脏 那医生帮忙治疗 把这个病医好了 哎 这也是解除我们的苦恼 解脱这苦恼 这也是我们世间的涅槃 这个说法跟我们以前的想法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涅槃 对 正义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 前居士啊 你的家人上次得了 经过会人现在怎么样 我如果说哎呀 涅槃啊 你们一定说哎呀 解爱啊 解爱 解爱顺便 对不对 你们会想到解好了 医好了 解脱了 很难 对不对 但是涅槃就有这个意思 所以涅槃这个好字啊 不是坏的 因为我们数时的概念 看到法师往生的就写了 是入大涅槃 所以久了久了 这个错误的概念 就以为涅槃是死的 所以六叔大师在盘经 也说啊 凡夫为之死 外道之为断 把断面压伏住了 他叫涅槃解脱了 其实不是 压伏住而已啊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就说明到 好 我们凡夫的涅槃 就是病好啦 苦恼解除啦 一些困难的事情排除掉了 这也可以沉醉 好 我们凡夫的涅槃 那我们继续来说明 佛陀更详细的 开示涅槃的生意 我们请看四百四十七月 第十二行 第八个 这是善兰子期 善兰子 若凡夫人 即以身文 或因素食或因圣道 断意界解脱的安乐 如是安乐也明 涅槃不得另外大涅槃人 所以你看这涅槃包括我们三界凡夫啊 所以若凡夫人 或者是生文 在修出世间法 卸透党出世间法 后因素食 后因圣道 素食就我们世间的事情 像饥饿 战争 斗争 被人家绑架 或者生病 这些苦恼 排除掉了 解脱了 而且就成了涅槃 后因素食 后因圣道 或者是你修出世间法 处理三界生死 走上这条路 解脱意界 色界 无色界的 这些见世而后 这个都称出了涅槃 后因圣道 所以底下就先说明 断意界解 者得安乐 如是安乐也明涅槃 断意界 断意界能够断意界的烦恼 这意界的失货 那必定是断三界 八十八品见货 所以断这个 一界的八十八品见货 是虚流韩国 断意界的前六品失货 是失货韩国 断意界的全部九品失货都断掉了 是安乐韩国 所以安乐韩国不在一界射生 他在射界 四财 那五不凡天修行 所以你看这里就说明了 西托凡 施凡 安乐韩 他们所证的都可以称之为涅槃 因为西托凡国 他断见货 远辅烦恼 不辅而辅 人间天上七万生死 一定是正阿罗汉的 所以西托凡国 绝对一的八正道在行持的 所以火车上的轨道一定到达目的地 所以你看 我们不要认为阿罗汉才是涅槃 西托凡 施托凡 安乐韩 都可以称之为涅槃 但是在小圣来讲他还不圆满 小圣的圆满 是阿罗汉披之佛 小圣藏教的圆满 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我们凡夫也可以称之为 凡夫对于苦难的排除掉 解脱了 也可以称之为涅槃 修行人因圣道 破见货 破异界前三品 再破整个异界九品 这都可以正在涅槃解脱了 所以你看 这都安乐了 因为徐徐凡果他圆满烦 一八正道在修行 他对烦恼是不服而服的 但没有断是圆满住的 不是忍 忍还不行 忍还有一点忍 那种那种局兆局观 那圆满人 说服住了 不服而服了 这样也都如是安乐 都到安乐 这样的安乐也名之为涅槃 解脱了 涅槃解脱 但是不得名为大涅槃 大涅槃唯有法身大事 真的真如自信的 具体大 具象大 具用大 具体具用具用具体具用 不二 率性之味大 任尽消耀 虽然晃晃 三文庙用通生化为真理的化身 所以叫大用现前不存诡则 那不是善相 不是恶相 这一切法都是佛法 这才是大涅槃 底下说明 能断初禅 乃至能断非想非会想处结 你看 这初禅 这代表初禅 澳禅 三禅 四禅 能够断四禅的三十六品之后 前面只是到阿那喊 阿那喊是断一戒九品之后 那初禅到四禅 再断这四禅天的三十六品之后 乃至再断非想非会想处结 就再断这四空天的三十六品之后 一共把这八十一品之后 全断尽了 这样得到安乐 这样的国位也是阿罗汉国 阿比斯福也是断这样的国位 但是他跟分断习气 这个初中的习气 细的习气还没有断 初中已经破掉了 那这个 这个毕斯佛国 他根性比较厉 所以这样所得的安乐 这样的安乐也称之为涅槃 但不得名为大涅槃 所以大涅槃唯有法身大事 这是说到阿罗汉 那如果全教辐煞 像这个真地涅槃 大圣使教所证的真地涅槃 那也不是无上大涅槃 那这个全教辐煞 中道无助处涅槃 他洗两边分别指修中观 这也不可称为无上大涅槃 无上大涅槃一定是 你的能观之至跟所观之近 你的一切的觉观 任性逍遥随眼的方框 恢复清净无人 无所依止的本心 那本心的现前 本心的没有用 才叫无上大涅槃 那是自在无碍的 所以唯有法身大事 也明一切诸佛 才有这无上大涅槃 所以这样的安乐可以称之 阿罗汉是安乐 这样的安乐名为涅槃 不得称为大涅槃 何以故为什么 凡生烦恼有喜气故 因为他有喜气 有这些烦恼喜气在 那为什么凡生烦恼呢 虽然他断见事后啊 但是阿罗汉回小向大 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遇到正常的环境 他不会生烦恼 他不会生的 但是如果他遇到 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 他会生烦恼 因为他喜气 加重没有喜气 就变成烦恼了 所以阿罗汉 当他回小向大行菩萨道 碰到那个非常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退 他会退到西多黄狗 你看西多黄狗 退到西多黄狗 那时候我也不退 绝对不会退的 但是他退到西多黄狗 你看 他那个八十一品事后 又全部恢复了 希望西多黄狗就断见过 所以他又恢复了八十一品 事后一戒九品 色戒三十六品 五色戒三十六品 又同路恢复了 但他逆刻修行 很快又可以恢复 把这个八十一品事后又断掉 继续修行 所以阿罗汉有说 静静退退啊 所以一直要到 到别教八柱 人家八信 这是行不退 他绝对不会休息的 退也不怕 再整天就不会休息 那破无名才就要念不退 三不退 他真的 绝对不会退了 绝对不会退传 不会退了 念念有若受破若海 所以这阿罗汉呢 他因为这个习气 有时候回小向大行 菩萨道的时候啊 碰到那个非常恶劣的命境 有时候烦恼又开始 要起残名 又加粗了 加重了 退了 但他怎么退都不会退 退成反复位 最少都还能够保住西多芳国 但是如果你震了西多芳国 依正常的 我们正常的修行 次序 你震了西多芳国 要人间天上七番生死 才能够成阿罗汉 那如果阿罗汉 从空出脚行不退 万一碰到 极恶劣的环境 退了到西多芳国 他不需要人间天上七番生死 他很快就会有恢复 这个随干过人的一年 就不需要有这个 人间天上七番生死的限制 没有这样的 有时候很快 一次就打倒 所以他有这个好处 所以凡生烦恼 有喜气故 因为有这样的喜气 喜气也转出 一出就变成烦恼生出来了 那为什么这是要烦恼喜气呢 所以我们虽然讲 阿罗汉这样讲破我之 那是从藏教来讲 从我们大圣眼光来说 他没有破 不要说什么 我们从大圣死教来讲 不要说他别叫原教 大圣死教 从为师的观点来讲 他那没有破 为什么 他的破 第七末那是染分 是染分 是染分而已 那第七世 叫染进一 染进一 如果 我们现在用的是染分 所以前面六世都染了 分别七十 阿罗汉他破了染分 用进分 说前六世 前六世都变成亲近 所以他的第七世 上面覆着 无我无肉无尽 这个 这个 这个无常 无我无肉无尽 所以他 对之间一切都没有兴趣阿 但是他第六世 内守悠闲 那是分别隐 分别隐成法师 分别法师隐成 那又是这样的 所以他用的是 第七世的禁分 但是从原始佛教的角度来讲 他已经破止了正无我 从大圣角度来讲 或是真正严格来讲 还没有破 因为第七世念念之子 第八世为我 所以阿罗汉 他用第七世的禁分 他到西门町 他到那个 那个 那个伐纳威秀 那个宗教东路 五段 是不是 五段的那伐纳威秀 那很热闹那个地方 他看到这身心自虚 还是极尽永安 像个成亲的父妹 非常极尽永安 他用的是禁分 但是我没有断 所以你看 他 他 这个有烦恼气 所以生活连结 有这个烦恼气 我没有真正的断 所以他还会说 我生 我医 我去 我来 我说 我听 他真的 有这个维系了我的感觉 不像佛说我 如来 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 如来说 有我则 什么 既非 有我 世民为我 他根本没有 没有我跟无我的差别 他根本 我是 无我是因为我而立的 他根本没有我 以无我的差别 他根本没有 他真的法气 天上天下 唯有独尊 就有一个如来藏妙真如心 一个绝代的东西 绝代东西没有明像 譬如说你到 你到那个 那个夜魔天 他没有明跟暗的差别 因为他任何地方都在发光 他没有暗 他都是光 那只有一个光那就没有暗了 那就光这个字也没有了 了解意思 那我们这个世间 你看这桌面上很亮 底下就黑黑黑的 所以就有明暗的差别 如果今天我们这整个世界都是光明 到处的 连个小 连个极小的微小的洞 连个影子都没有 通通都是光明 那根本没有光跟暗的差别了 所以在如来法界 没有相待能所 没有我无我 没有这些 没有常无常这些事情 常恶我尽是对 我们凡夫的 指的世间的有的常恶我尽 所以无常无恶 无恶无恶 是对的凡夫的这个而讲 那讲了又 二十年又指的无常无恶 无恶无恶无恶我尽 所以佛不得不再讲有真常 真或真正的这些 再讲常恶我尽 或者根本没有这些名像 他法性就是这个样子 他绝代的法性 他本来就这样 哪里有这些名像 所以这是相待而立的 所以佛讲我 既非有我 他没有我跟无我的观念 他没有这些方便 所以佛会看到你就说 你就说我啊 我就是你啊 我们都一样啊 大家都同共一心啊 本来就是一心啊 我常常讲 对不对 这个拳头 本来就是一个啊 那佛已经证了全体 我们却把这一点当成这是我 或说 我们这一点是什么 从这个全体冒出这一点 因为有这个全体 才有这个点 没有这个全体 就没有这个点 佛是看到全体 都支持你 所以佛头说 你就是全体啊 我也是全体啊 所以你就是我啊 我就是你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全体了 你还没有 你还把这一点当成才是你啊 把其他当成你的异报 但是因为我们呢 六根对六层所谓的经济有限 所以你的异报有限 那时候越高的层次 他的异报就更广了 就像 如果说世产天人 他的异报是三千大千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的同龄 但他还是由我 我所 我看到法界就是一个字体 没有我与无我的差别 根本没有这个名相 这是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分别 对佛来讲 没有这个名相来自言啊 但是阿罗汉有这样的差别 我依我依的他有这样 因为他是用了第七式的禁分 维系的我还在啊 所以他还有我去我来 我说我听 有这个维系的分别在啊 而诸佛如来入于涅槃 涅槃之信无我 无肉唯有常进啊 是成名为烦恼习气啊 我通知阿罗汉 毕之佛他们会说啊 诸佛如来入于涅槃 诸佛如来跟我们一样的入于涅槃 所以这个涅槃之信 所以他以他自己来 对不对 他说我这样佛陀教我们 我是佛陀教出来的 教出来我现在讲佛一定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我最后再画画精彩必须讲 画画再讲 我是因为观机所法 你们的音言还没有成熟 我只能够教你化成 这个阿罗汉的涅槃的化成 我没有办法一下教你无上大涅槃 教你无上大涅槃我有一个方法 只教会请你截然心 没有其他方法 不加一个字 截然不心 是心是否是心做果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多一个字也不行 减一个字也不行 记得心不记得不记 那这叫顿悟啊 顿悟顿旧顿正义 这个民心见心啊 这一悟就是破产了 以后你保认就容易了 就放下就好了 你就不能够够够够够够嘛 你够够够够就放掉就好了 但因为你透过这样的修行 你有这个能力 说放就放了 你没有透过这样长久的修行 你放不掉啊 那放很不好放了 但你竟然有这样 真正破产的经验 你要放就容易了 一关照就放下了 所以他就保认了 那佛祖才跟他说 你真的是化成啊 因为 对不对 你所看的 你所证的这个 涅槃基金是心外见法 如果你是回到本心 根本没有涅槃生死 涅槃不涅槃的分别 没有解脱烦恼的分别 没有啊 它一个自在的法界 是个没有障碍的宇宙啊 那没有障碍的宇宙 在这里面也不需要一个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是对障碍来讲啊 真的这个法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啊 当你找到你的信心 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啊 那大罗汉他以为说 哎呀佛陀 你教我们 教我们现在正德了 所以你跟我们一样啊 你教教的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佛陀啊 佛陀一样跟我们一样 他叫我们入涅槃 所以你也入涅槃了 涅槃之心无我啊 你告诉我们啊 无因合合无我啊 所以没有我啊 他不知道有个真正的体性 这个如来一丈 又叫佛信 又叫真如 但是那时候方便说啊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圣子有我啊 所以在原始佛教 在那个 我们 我们讲的在 这个基舍宗 我们现在是四个宗 这两个小圣的宗 基舍宗 他讲无因合合没有我 那无因有 瘦瘦想形是这无因有 所以 合起来 这无因合起来才有我的感觉 在这瘦瘦想形是 这个心法的前流 合起来才感觉着有 分开了根本就无我 所以无我 那陈始终就说 那陈始终就说 不仅仅 合起来这个我 包括五因的当体都是空 它更进一步了 瘦瘦想形是这五个当体即空 五因当体即空 它当体即空 合起来 这个我怎么会有呢 当然也空 所以五因当体空 合起来的我也空 所以称始终是破记者终的 那记者终是 合起来我五没有 那五因是有 那我是这五因合起来的 这样合起来 分开了我就没有了 是它迁流 相细迁流产生出来的 所以你看后来 这个记者终才叫小慎的友终 陈始终才叫的 不是那个陈始终 不是选台北市长的陈始终 是陈始终 是小慎的空终 所以小慎的友终 归入于维世 那这个小慎的空终 归入于山论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 我们中国就讲大慎八终 其实有这两种 只是因为他们 或者病到这里面来了 所以啊 他们就认为 涅槃是无我 因为他们已经讲的就是这样 大圣死窍记舍中 说五因虽然有 合起来没有我 陈始终说 五因不仅合起来没有我 五因的当地记空哪里有我 所以他们坚持无我 那无我随色烙啊 那当然既然没有我 也没有苦啊 那乐是什么 乐是以苦而有的 如果世界没有苦那就没有乐 没有乐就没有苦 这苦乐是相对待的 如果它没有相对待 就永远平平的 这叫所受 所受 所以你看 心力清净 境界越高啊 所以我们这三界里面 最快乐的是哪里呢 这是第三残 离喜妙乐 哦 那个妙乐 对不对离喜妙乐 那三残 所以有的 真的三残还以为是极乐 其实不是 那三残 这三残离喜妙乐再上去啊 所以你看那个 离生喜乐定生喜乐 有喜 那个心还有浮躁 乐生也是心 但是一般是生的感觉 不是心的攀岩的浮躁 所以你看这个 二残呢 定生喜乐再提高 那就是离喜妙乐 喜就没有了 完全是生的 热了 热干 再到四残 是什么 不是更热啊 四残的舍念清净 越清净越高级啊 但是它 它的舍念的舍受 还比较粗一点 还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手受还有感觉 那四空也是一样 所念清净 它是更细啊 更为细啊 所以你看 越清净是越高啊 层次越高啊 那我们的舍在五一六呢 是越低啊 那很舍啊 越清就越高就清净 但四残四空 第四残喔 它以及四空天都是舍受 阿罗汉舍受没有了 舍受没有了 那更高 那叫人 叫做极尽三昧 涅槃极尽 极尽三昧 没有舍受了 所以你看 这个 阿罗汉 涅槃之信啊 它没有我 也没有苦乐 也没有舍受 没有 无苦无乐 也没有舍受 那四空有舍受 第四残有舍受 叫舍念清净 阿罗汉舍存清净 这个清净叫 极尽三昧 无乐 唯有常净 所以在他们自正境界 他们只有极尽永安 他们只有极尽啊 所以哪有 哪有常乐我净呢 这只有什么呢 只有常 永远的极尽永安 所以我说 他在森林里面 看到森林 心里像个澄清了湖面 到了西门丁 心里像沉清了湖面 都是极尽永安 所以他到哪里都极尽永安 所以他觉得只有常 还有近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常境 就是极尽永安 这也不容易 这很不容易啊 我们 我们到了极尽永安 很极尽的地方 到了山上极尽永安 恐怖啊 哎呦 有没有独爪 走出来了 是不是有没有鬼啊 有魔神啊 或者忘娘啊 对不对 眼睛红红的啊 对不对 你开始紧张 阿伦翰绝对不会 他极尽 到哪里都一样 他不攀念 他不会无聊 所以他是觉得 他是有常境 有这样的分别 四则名为烦恼稀气啊 这就是烦恼稀气 因为那偏离极尽 叫偏真 所以他 因为他 他不是真的完全 真的真如的空性 低欲空 所以你看他极尽永安 当他真的 那个遇到的逆境 超越他能够 把得住的这个极尽永安 那禁忌的说 他就会退啊 他就会动心 会退 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会退 退到念不退 退到那个胃不退 就这个道理 所以他还有烦恼稀气啊 所以这 这事者名为烦恼稀气啊 那阿罗汉还认为什么 活法众生有差别相 如来必进入于涅槃 生闻元解诸佛 如来所得涅槃等无差别 以事异故奥圣所得非大涅槃 你看他 他没有见到体用 他不了解这是佛法身三宝 佛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本心 你的本心是佛 这不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现在归于三宝 我们现在根本 对一个初学佛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佛法身是什么 只好先给你立一个标 你一个有一个皈依处 有一个依旨的地方 佛用佛像做代表 所以如果你没有学新地法门 你永远在外面去找佛 定中看到佛就以后看到佛 如果你学了新地法门 你知道 清清清之佛 佛在你里面 你要看佛你想佛 佛的样子 三宝一想 他就在里面 何必要在外面去找 对不对跟你合在一起 离不开你 所以如果你学了新地法门 你即使在定中看到佛像 那也是照你心显出来 用万法为心 这心就是法界 你就不会被这个着相了 所以你看那个 你的本心 你清净的本心就是佛宝 清净本心的智慧就是法宝 原造十方法界 这是我觉得以他而有的 全相继心 全世继疑 全相继心 全世继疑 我们要把它说一句话 大家就比较容易凝结 信入一切相 相也入一切信 分不开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好像你晚上做梦 那个梦入一切心 心也入一切梦 对不对 那一个来分别开 所以当然这波罗观照 一切都知道 所以那个心的 那个体是佛宝 那个心的智慧 原造法界是法宝 那心的大击大用 用而不然 清净而无然 因为他任性消耗 所有犯况 他不落心意识施养 棘手投足 全都是真理化身 三轮妙用 那身宝 用而不然 就不造业了 所以佛法身 他是借着这个外向的形式 叫你开始从方便修 慢慢慢慢导入 回小向那 最后叫你导入知法事项 叫你导入了意的修行 所以每一个修行的次序一定是 开始依全 依世 依不了意 一六四的分别这样做 那么依人 对不对 开始都这样 那最后佛陀讲事仪法 你看 这是寻寻善意法 所以佛讲世界西坛 各国为人西坛 对治西坛 最后地狱西坛 到了讲方等经典就说得好清楚 依法不依人 这最重要 依法不依人 人会变 所以这个人 对不对 但正圣国 正圣国他不会变 所以阿罗汉会相信自己的执戒 那其他没有真道教都会变 都会变 阿罗汉不会变 但是他偏真 没有讲到那么远 依法不依人 那我们一般都是先从这个基本的学起 那基本的拳法 有很多 有点类似外道一样 那不要讲断恶修缮 你看很多外道也是从断恶修缮 对不对 从世间的断恶修缮 忏悔一章 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有忏悔的意思 基督教 天主教都有 都从很类似讲的方便 从方便前修 但最后你要导入实修 所以我讲施依法 依法不依人 依字不依识 字就薄弱 而不是依世心的分别 世心的分别 世心从哪里来 像习气 所以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 你说这个对 他说这个错 所以我们你看 每一次会议都 大家吵吵闹闹 立法院也一样 什么院都一样 开会都吵吵闹闹 因为每个都是一事 事就是依每个人习气 依每个人看法 依字大家都一样 因为用智慧造的 大家一样 大家用真心 看得完全一样 异口同声 所以法生大事 不要说法生大事 阿罗汉以上 虽然他们有习气 但是他们正觉慰 正觉慰 虽然跟无上正等症 有点 没有那么圆融 但是不会讲错 不会做错 所以圣则 不会在那里开会讨论 不会 他们都是一口同声的 尤其到了法生大事 你看一味即一切味 原教出租就入佛会 佛的智慧他都有 开会认证 总之他怎么会需要开会 因为只有一个绝代 大家同共一心 一心显出来的见地 怎么会有什么差别 那当然是一样 大家都从一心冒出来的 怎么会有错 对不对 除非有二心三心 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大堆的心 才会有不同的自见 佛正的法生大事 正的一心 当然只有一个自见而已 那个自就是佛知佛见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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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四年他不知道佛法生 原来是 都是自信的体相用而已 体大是佛保 相大是法保 用大是身保 所以叫做 既法生既剥落既卸托 法生德叫体大 剥落的就向大 卸托的用大 那他们不知道 他们认为佛法生 他们心外见法 把这佛法认为是三件事 有佛有法 法是四地出了因缘 三十七道皮牛法有身 那他们就是身保 能够推广佛法 他们不知道这三个 其实表着一件事 就是你真如自信的体相用 所以六祖废人大师说得好清楚 自信一体三身佛 叫自信三保 所以 我们常讲四宏试验 六祖大师全部加上一个自信 自信烦恼 自信这个众生无边试验度 自信烦恼无尽试验断 自信法门无量试验学 自信活到无上试验层 自信活到试验层 怎么样 直下跪曲本心 能够忽然顿托 直下跪曲 不争不减的本来心 自信佛大无上试验层 因为本心就是智慧的代表 所以佛法众生有差别相 所以说如来必进入一内盘 因为佛教的 佛教我们 所以佛跟我们一样 佛说我绝对不会保留一法 我什么法都告诉你 我绝对没有保留 佛都是这样讲 都没有保留佛正那样 那根本根本一样 所以佛真的没有保留 但是他在讲方便法的时候 因为远不成熟 怕他退了心 所以快成功了 快成功了 等到你们正好 他讲真话了 然后这个化成 我真的要叫你入一佛生 找到你自己 佛法生是一体的 是自信的体相要 最后才开前显示 讲一佛生 所以佛最后一个字也 也没有保留 乃至要入内盘的时候 还最后讲这部大内盘经 我发现大内盘经里面 文字的内容 没有比华严经少 华严经的经本都很大 那个字都很大 如果这个字也是 印得跟华严经那么大 我看也是要好几分很多本 对不对 最后再圆满讲这 所以佛陀真的没有保留个字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讲得最清楚 所以为什么 虽然佛陀在南传佛教讲说法45年 所以我们中国讲说法 今天49年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讲49年 不讲45呢 因为七是代表圆满 所以我们要七啊 和七啊打七 七是代表圆满 为什么它圆满 东南西别上中下 这整个前提 东南西别四方嘛 圣中下就横遍十方 四穷三迹 横遍十方的圆满 那你看 圆满中的圆满 是七七四四九 所以七七七到高刚 我们常常听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讲 最圆满 最极圆满 所以我们讲佛陀说法 49年 圆满中的圆满 没有漏掉一个字啊 最后都讲清楚了 那圆满中 为什么他还有习气呢 因为他没有把佛 最后的讲了 记下来 他指着那个旧观念啊 那习气没有断了 那断了 他马上改过来了 佛陀那叫我们一佛圣 五二一五三 二三圣是方便之法 我要赶紧回想 向他行不得到 正一佛圣的 那就是真的佛弟子了 所以如来必定 入于涅槃 这是他们的误会啊 而圣满圆结 诸佛入来所得涅槃 等无差别 我们都没有差别 因为佛教的啊 佛知无不远 都告诉我们啊 他教我们啊 当然是跟我们一样啊 其实佛最后回小向大 画画镜要开前面显示了 说这是化成啊 画个大饼啊 给你休息一下 赶快回小向大 同时在画画镜里面 一一授记 你在多少节以后会成佛 佛国度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授记品里面 授记那神文弟子成佛啊 以示意故 奥算所得非大涅槃 所以他们所证得 并不是真的无上大涅槃 无上大涅槃 无上大涅槃就是自信 一种拼怀闽然自信 既体大既相大既永大 任性逍遥虽然方况 争得自在啊 会故 无常乐我敬故啊 因为圣元姐没有常乐我敬 他自己讲的 圣元姐他自己讲啊 他说涅槃之尽 无我无落我只有常敬 只有吉尽永安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这四个啊 不齐全啊 常乐我敬 哪得你为大涅槃呢 那真的这四个才是 真正的大涅槃呢 那这常乐我敬 我解释了很多遍啊 在这个地方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再说一次 常乐绝对不会有变化的 绝对不会有退退进进 所以你真的真的常乐我敬 是绝不退传的 保证三不退 念念流落说不落海 圣元姐他没有震到场啊 所以他会退啊 我刚才跟大家说明 虽然人震了阿罗汉啊 你碰到那个很恶劣的环境 你会觉得稀托反的很可怕耶 对不对 那如果说顿根呢 他马上就又休息两万大劫了 立根了他 哇 也许是停一下子 稍微喘口气 又马上冲出来 一直在八柱啊 回起来到他八柱 他不会休息了 退也不让他退了 所以他八柱就行不退了 所以他会退退啊 所以他没有长啊 但你三不对的时候 他就像镜子 再臭 再脏 再恐怖 镜子照到了恐怖的 那个手头涂这么长 脱花这么长 眼睛涂到外面呢 要是我们人都下破胆了 镜子会不会下来破掉了 不会吧 他照到再恐怖 再美丽再怎么样 他永远都这个样子 浮来浮现 汉来汉下 念本的长就是这样的 他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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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动啊 永远不动 所以你在一间 有个禅师很有名啊 那有个弟子 有其他也有开悟的禅师 去看念他 去看念他 故意去看念 所以这些禅师也会斗法 他们也会斗法 去看念他 然后自己禅师 他是谁的土地啊 那男为大有名 那是真的很有名气 这什么名字 我现在想不起来 他说 哎哟 他是谁的土地 这个土地是 他这个书很有名气耶 我也出来看看 他土地长了什么样子 而是他这个土地 他故意啊 穿得邋遢遢的 我在这个新金颂里面 这个一页会出来 我举这个例子 里面就有写那个名字 他走出来了 那这位大禅师就说 哎 你是谁的书 他是 他是我师父 那听说你们那里 有何东四字口啊 四字吼的这个称谕啊 你师父啊 教化中生何东四字口 一吼把你烦恼都断掉了 哎 然后 有这个质疑啊 他这么讲啊 那这位 这位禅师啊 他就勘念了 他大声叫他 他既然说我们师父 那里是何东四字口译啊 大声叫 哎呀 后面的房间 夸啦 夸啦 那个逝者吓得跑出去 那位禅师啊 紧张 跟我去看 对不对 后面有没有快 啊呀 一声尖叫的声音 很恐怖的声音 哎呀 火不过这快啦 哇 他好大声 很恐怖的声音 呼 那个 那真的是活动四字口啊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四字口冲出去外面了 那那位禅师也 哎哎哎哎 紧张的看一下 回过头来 哎不 怎么在他面前都不见了 也跟他坐下来 坐下来脱个鞋子 看着他 文明不如见面 你知道 表示你不是长嘛 长的一样 对不对 倒了就倒了有什么关系 命是该结就让他倒吧 对对 这是长的 没动心 了不动心 那才真长 你会紧张一下去看了 那这个书记啊 他就斗法输了 所以你要知道 要胆识啊 你知道 你学佛越学 胆子越小 你男友长 你离禅越长了 越长了 对不对 他都完全不动 看到什么境界都如如不动 但是他有 有体有用 他看到不动心 他会生圆满的智慧出来 他会处得非常圆融 一紧张一动心 做到不对 你了解吗 心意识就睡得没吸气 心意识啊 你动心就心意识 心意识就是你的吸气在起作用 你不动心就是佛性在起作用 佛性在起作用 这大智慧大圆满 当然可以解决问题啊 你知道 所以用佛性在作用 这有佛法就有办法 用心意识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用的是吸气啊 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长就是不变 你到这样的时候 绝对不会动的 绝对不会变得长 然后什么都知道 用那圆造法界 信入一切相 相入一切信 信相本来是一体啊 刚一行 你知道 就像你晚上做梦 全梦即心 心就是梦 我讲一行 所以圆造失踪法界 五上脱体绝法乐啊 但是 心空气啊 万法皆空啊 都如来仗 虽然不变不变虽然啊 那智慧啊 只有智慧啊 所以同时 这五上涅槃极灭乐 极尽永安 再什么境界 通通化为智慧 一众拼怀闽难自尽 都知道 但是不会去领纳 绝代的境界 所以 如果 我什么 真如空信 空灵不灭 像虚空的空灵不灭 心如虚空 无虚空之量 但不是完空 但灵或空 空或灵 空灵不灭 有这个地 这个地 就是 当你 对不对 你放下万年了 心很激进了 你稍微返照一下 你看 就像虚空一样 但是它不是完空 它里面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所以 为什么 神会活着禅世 他就说 自知一致 众妙之门 他就在那个激进里 那个像空信一样 像虚信像虚空一样 它有一个 有个觉知信 所以那个觉知信 灵觉信 所以我们叫 空灵不灭 又叫虚灵不灭 那有个禅世 他在给他改的字 因为 神会活着禅世 祂是从 这个新的本性来讲 自知一致 重要之门 就是空灵不灭 这个如来藏 众妙之人 便见死方法界 一切智慧德能 就从这个知 跑出来 一切神通妙用智慧德能 就从这个 知跑出来 但如果你是知见立知 觉上立觉 这一个禅世 知 他就跟他写了 知之一致 众后之门 就是知见立知 是无明本 越迷越深 一念不觉生三七 金九元掌六四 重祸之名 所以你不能知见立知 所以要离迷离解才是 言下活道成 迷离了 绝没有离 不行 这得到阿罗汉 你不能成法身大事 所以这个我 有这个体 就是你的真如体性 那我什么 可以当家作主 我们底下就会震得 如来的八大自在 当家作主 心想事成 事事无碍 你看 我常常用这个比喻 我们用这样来讲 这个 有这个体又可以做 当家作主 事事无碍 在一真法界里面 事事无碍 我们就想不通 所以这个 比如用比喻来说明 比如我们做梦 你做到噩梦 善梦我们不会逃避啊 你在里面很高兴 做噩梦很恐怖啊 哎呀碰到坏人 在追杀你 那禽兽猛兽 在外面追赶你 又放到河里面 又是臭水沟 不 又臭 那个臭河 里面有恶遗 那泥沼都恶遗 里面的恶遗 真的爬来爬去 哎呀 这紧张了 不对啦 后面追兵又来了 哇 对不对 那个水池旁边有高山 峭壁 闲来峭壁 爬了爬了上去 那怎么办啊 紧张了不得了 紧张不得了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醒 我们现在就没有醒 所以你碰到这个 你碰到事件的事情 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醒 那如果你醒了呢 醒了 我们当然梦境会不见了 但是你可以重新把梦境在哪来想啊 但是菩萨破无明 你就等于现实的梦醒过来 它不会消失啊 它变成你自己的一心 变成了幻境 它变成如来障身的幻境啊 就好像我们梦醒过来以后 你再来重新组合梦境 你看到了 对不对 那一群坏人 你把自己想成我是个巨人 高 像摩天大楼一样 四百多层 我一脚就可以把你踩扁了 你爱怎么想都怎么想 你看到那个大山 我把你想成土堆 它变成土堆 水坛就把你变成一坛臭水 里面那个鳄鱼都变成了 那个小鱼 这么小的小鱼 小虾子 爱你怎么想就怎么想 四四无爱 对不对 菩萨就去看看他自己的心 他想梦醒了 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真的是四四无爱法界啊 这么自在 所以那个我可以当家做四四无爱 那禁 禁不是染禁的对立只有一个 我们的禁是以为是清禁跟染禁的对立啊 他不是他染就是禁 禁就是染 只有一个绝代的真禁 但染禁不好的时候 那个禁这个字也没有了 那是真禁 因为天上天下我有独尊 我有一个如来照妙真如去 你跟谁染啊 不可能染啊 就像你梦醒啊 梦里面有染禁的像 醒过来所有的梦境的像 都没有 都离了染禁的名称 只有一个绝代的真禁 清禁 空灵不灭 所以阿罗汉没有长的无尽 真正正德 涅槃三德 既体大既相大既用大 而且这体用不好 那体就是用 用就是体分不开的 就像镜子 有镜就有像 就有它的罩 对不对 它分不开的 功能就是这样啊 所以丹南各季 藏了无尽 因为体藏了无尽 用也藏了无尽 体就是用 用就是体 它不会变 变了那就 那就不行了 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那个活动四日口 这么 哎呦 你的房子垮了 他再驾一下 那变了 那就没有进了 那完全一样啊 所以它体也是藏了无尽 用也是藏了无尽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你学习佛法 千万不要越学 胆子越小 那就离藏了无尽 越远了 你知道 你都可以解决 什么事情到你这里 平平了 没事 到你这里化为无事 疑心无事 疑似无心 你渐渐去向涅槃道 哎呦 所以啊 这个 长路进来得名为大涅槃 所以善难者 譬如 有处 能受众水 名为大爱 像有个地方 所有的水流到那里 都不争不减 这世界的过江啊 过河啊 过个陆地上来 河流通通流到一个大水 那个水都不争不减 嘿 那个水叫大 你看以为真假了 没有真 为什么 它水蒸气又往上飘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蒸呢 当我们的蓝菊 就融成水了 那就会蒸了 那虽然蒸来讲 对地球来讲也没有深也没有减 因为它是本来就是水结成冰 可是因为现在气候变迁了 对不对 它才会融化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大海 所以佛者就说 所有声闻言解菩萨 这个声闻言解菩萨 它最后震入了流入了 最后震入了这个就是大涅槃 所以大涅槃 它可以含舍 身闻言解菩萨的涅槃 所以三德涅槃可以 含舍偏真涅槃 真地涅槃 无助处 中道无助处涅槃 可以含舍这三个 那无问题 这里面的事情它通通知道 因为它这是最终终极目标 它达到最究竟 所以它可以含舍这一次 就好像这大海可以含舍 长江 黄河 过江 我们台湾的泽水溪 所有的流到大海 它都可以含舍 但是不管长江 黄河 不能含舍大海 它只能流到大海去而已 所以啊 所有身闻言解菩萨诸佛 所入之处 这个才是大涅槃 它可以 大涅槃可以含舍 四胜所证的境界 所以啊 底下就说明 四禅三三昧八倍使 八生次十一切出 谁能所起如是 无量诸善法者 明大涅槃 你看 这里 这里 这个四禅三三昧八倍使 八生次 十一切出 这个是 据三明六通的 巨蟹托阿罗汉所证的 会蟹托没有 那巨蟹托才有 它修定会的 巨蟹托阿罗汉 你看他修 四禅八定 他修四禅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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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修四禅八定以外 他不是只有修四禅八定 他有会关 他有会关 他的会关就是三三昧 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厌 那这些原集的东西啊 英年 祖佛 当体既空 那当体既空当然是无相 那这些空性的东西 这原集的假象 有对 对于根本没有什么 没有想无想得到什么 我想他当体既空还有什么 好希望得到些什么 所以他不希望得到来生得到福报啦 来生的货友啊怎么样啦 不想这些 所以无厌 又叫做无作 无所作为 这偏真 偏真 所以 这 这个三三昧 这是空无相无厌的 这三种定 修定 但是为什么叫三三昧呢 因为他还没有正涅槃 所以还没有正涅槃 还没有任无肉以前 还没有得无肉以前 叫做修三三昧 这是会关 智慧的会关 但他如果正了涅槃 那三三昧就改个名称了 叫什么 三瀉托门 所以三瀉托门 一样是空无相 无作或者无厌 那三瀉托门 是正涅槃 那三三昧是在修入涅槃的境界 修会关 你看他有修四场八天下场会关 对不对 三三昧 所以三三昧跟三瀉托门 涅槃 都是空无相无厌 一个三三昧是有肉 三瀉托门是无肉 这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你看 这个三明六通的基歇托阿罗汉 他修四禅八定 修三三昧的会关 修八叉托 八叉托 八叉托是八种定 这种八叉托是背离 你看他修四禅八定 他要背离 这个色戒跟无色戒的贪爱的残妇 那这个赤禅里面有喜乐啊 有妙乐啊 有舍念亲近的 四空有舍念亲近的 这里面都有他的 他的那个法位 所以要舍弃他的贪爱的残妇 这八叉托 舍离着色戒无色戒的残妇 那还有八胜处 八胜处啊 就是指观异界的色跟相 异界我们的异界的色跟相 能够制服之 而弃除贪心的八个阶段 去除你贪婪我们的异界的色跟相 去除这个贪婪心的八个阶段 这个修这个能够制服你所缘的 所缘的境界 能够制服你所缘到色跟相 所缘的这个境界 令烦恼终不起而获得自在 而得到自在 就是修这八胜处 八三十一切处 这不是十一切处 是十一切处 那这十一切处就是 依圣解作义 观色等十法 色有十法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这色十法是什么 各个作片一切处 没有间隙 观这个法为什么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修 既切托阿罗汉 修了四禅 四空以后 又修了八切托 又修了八胜处后 八胜处 能够以色等得到镜像 色跟相能够得到清镜像 以守观之中能够转变自在 通通通变成清镜像 转变自在 不会被他染了 清镜像 但是还会周遍一切 还会周遍一切 所以更修此定 让能够 这个死法能够周遍一切处 所以叫死一切处 这死法就是地水火轰 青黄赤白空室 这死法都自在 所以就是修 既切托阿罗汉 他能够正得三明六通 他所正的 所以你看 这就说明 这无上大内盘 能够射起四禅八定三三昧八辈蛇八圣出 谁切入 能够圆蛇大脚圣 所正入的几头 无上大内盘 所以他能够舍奥圣的天真内盘 大圣死教的真地内盘 大圣别教的无助处中 中道无助处内盘 大圣圆教的 他本身是无上大内盘 大圣圆教所正的无上大内盘 三得内盘各计长乐五尽 所以你修这大圣的大波内盘去 一得 这个四圣法界里面所正的你都有 就像大海能够融 过川过河流进来的水一样 所以这次的名为大内盘 是非常殊胜的 好我们接下来请看经文 善男子 必如有何第一相相 不能得底则名为大 声闻言解字 实诸菩萨不见佛性 名为内盘非大内盘 若能寥寥见于佛性 则得名为大内盘也 是大内盘为大象王能尽其敌 大象王者为诸佛也 善男子 若摩佛那且 及波剑头 大利士等 经历多时所不能上 乃名大三 声闻言解 及诸菩萨摩佛那且 大利士等所不能见 如是乃名大内盘也 呼出善男子 谁有小王之所住处 名为小臣 若能圣王所住之处 乃名大臣 声闻言解 八万六万四万两万一万 住处名为内盘 吴上法王主圣王住处 乃得名为大波内盘 以示故名大波内盘 善男子 譬如有人见四种兵 不生不畏 当之是人民大众生 罪有众生 以三恶道烦恼 恶业不生不畏 而能以中广度众生 当之是人得大涅槃 罪有人能供养父母 恭敬沙门及婆罗门 修处善法所言 诚实无有其狂 能忍诸欧 慧师贫乏名大丈夫 菩萨义儿 有大慈悲 灵敏 一切 遗诸众生 幽如父母 能度众生 以生死活 朴素众生 一时之道 出者名为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 今天最多也能够讲到这里 是名为大波涅槃 好 这段我们比较简单 我们来为大家说明 或者接着告诉公民 验照高贵多王菩萨及大众 臣服三男子 譬如有河 一条大河 第一箱像不能得底 则明为大 那箱像 它力很大 它身上有一种蜂蜜物 有香味 箱像 因为在花勤的时候 十支普通的像 都邋遢不动 所以它力很大 又很壮 所以这第一箱像 不能得底 还不能得底 这就大 这个火就真的很大 还会被这个火 帮你飘飘到对岸 还帮你飘远远的 这是为大 身为原觉著 实在菩萨不见佛性 明为涅槃非大涅槃 那身为原觉 它有染境的分别 它有生死烦恼的差别 生死涅槃的差别 烦恼菩提的差别 所以当然不见性 心体只有一个 就好像你晚上做梦 在梦境里面 你没有醒 你醒就见到了心 见了心就见了心 你没有醒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到 我这边内藩解脱 我得到内藩解脱 我远离的生死了 我得到智慧了 我解脱烦恼了 我得到在梦里面 我在清静了 哎呦 那个染污远离了 对不对 你只有一边了 你没有看到心了 只要梦醒过来了 哎呦 烦恼寄附体 生死寄内盘 对不对 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染境的差别 只有一个性 空极的性 所以阿罗汉他没有见性 他没有见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分别啊 性只有一个 这法界也是一法之所印 这整个法界 司法界三千诸法 一法之所印 如来藏妙真如性 一懂法贼康 那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哪里呢 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他变的 这种功能 不可思议 这种能量 会变现浩泛的宇宙 一是歪的 我常讲他是个活体 他具足万法能生万法 是礼记四照两宗 三千尊一堂二有的 你见了性就了解 当体之中万法为新 阿罗汉没看到 他没看到这个境界 所以他等于梦没有醒 在梦境中看到了 生死涅槃 得解脱 看到了染静 看到了烦恼菩提 醒的通通一样 烦恼寄菩提 生死寄涅槃 染静不二 完全的一个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 生活圆节 没有见性 乃至十字菩萨不见佛性 用何十字菩萨 他修假观 结果假观不离心意识的前流 他还是用心意识的观照 用地陆识在观照 是心意识的观照 他有绝照有绝观 如果佛性都不需要绝观 他真理的化身 他任性交友 所以放旷离一切的绝观 完全离一切的绝观 达摩主书称他叫 趁法性 随顺尊如法性之行 是真理 那我们方等禁言讲 三轮妙用 大击大用 禅宗讲 大用献钱不存诡识 三轮妙用 印尼何生得度 祭献何生为其说法 所以有时候 会释现甘露何王 有时候会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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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佛罗米 有时候会释现 浇灭大事 观离菩萨事件 有时候会释现 有时候会释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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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愤怒金刚 这不一定 有时候释现大慈大悲 就看怎么释现 全都是真理啊 率性自卫大 十字菩萨还修甲观 还有修 这个方便随缘子 方便是知空非空 这明明方便 随缘 随顺度众生欲言 随机说法 教法众生 他有修子 然后修甲观 这个都是心意识的牵迷 那甲观就用第六四 在观照 所以还没有见佛心 见佛心就不 就无功用行了 真得自在啊 做什么都是真理 还不遭义 所以名为涅槃 非大涅槃 所以生文年节 乃至这修空甲中的菩萨 都还未见佛心 所以名为涅槃非大涅槃 那假如能够寥寥见你佛心 则明大涅槃 这寥寥见的是寥寥 我们以为寥寥寥 这好像菩萨清凑 对不对 我常常要跟大家讲不要误会 寥寥这两个字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因为他不利能锁 他没有相待能锁 为什么他没有相待能锁 因为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的 具体具用具体 他很清楚 他不是看到什么 佛心空极你去哪里看 他只是显在向大跟用大 你接着就知道 对不对 他一定知道 一看就知道 知道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寥寥见佛心 他没有一点烦恼 他永远不会变 那捷悟了不行 捷悟了他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生烦恼 我这个生糟糕了 这个犯德犯事 他有说德思心 犯德犯事 也嫌怀 对不对 如果一个捷悟人 他批了佛以后 他晚上做噩梦 我告诉你 哎呀 就是造业了 糟糕了出佛生息 丹小不会 丹小和尚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一个没有见佛心 那连长长猫 他长下去 糟糕了 我无故杀了个猫 晚上这个猫会不会来报复 听说九命怪妈妈 晚上不来报复 就会怕 对不对 那就不是了 那见佛心 他一点挂的都没有 任性交往 大用献钱 不存诡则 单身之界定会完全一样 做主宰 反正叫主宰 那捷悟虽然懂这个道理 那你做做看 你试试看 你试了以后 你良心不安 很难过 他不在做丹目 你有担心 见信人不会 因为他真的见信 他真的见信 空击的信 一些作与的东西 真理 所以一怒吃接受换行 都千斤换行 这捷悟跟真容不一样 那我常常讲 虽然我们了解这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要 养子为佛陀 因为我们是果地人 那是果地人讲的话 佛来佛展摩来 对不对 一记念一记佛号 漱口三天 果为人讲 因为你本身就是佛 你佛必立相待能守 所以佛是激进 法是激进 对不对 那是障碍你 那是果地人讲的 果为人共 我们是因地人 在修行的人 你当然养子为佛陀 要需要三宝的护念 因为我们是因地人 所以绝对不能狂飞 虽然我们到底懂得这么深 但你还有 还有我旨在 你要烦恼 还有喜气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解脱 你还在天天常见我过 你还在保论 还在天天在自见 常见几过 一直在改过自信的阶段 但是那个真见性 完全任性消耗 一点挂爱都没有 不可思议 所以贪生是界定会平等无二 那才在寥寥见你佛心 既体大 既相大 既勇大 他在提供 好无怪 任性消耗 藏了我尽 都虽然觉悟跟真正不不一样 但是你明经见经 虽然是真正 但是你要透过保认 你没有保认不行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会 你虽然证悟了以后 如果你又开始 又迷后颠倒了 又会变成物后迷 你那个经济会没的 怎么不记得 当你忽如那个经济 是好清楚 根本就 什么叫职教会 好清楚 好明白 都不用改罪了 但你忘掉的时候 人家想不得了 他觉得有好迷 所以要透过保认 所以你没有真正到三不退 都要靠佛 依旨三保 你知道 到法身大事 虽然一样要听 二住可以为出住说法 但他心里真的是不利 不利相待人所 他能够听耳无听 无听耳无听 消归自信 我们现在还不行 所以千万不能有狂会 一定要记得 所以啊 这个 若能寥寥建立佛性 值得名为大内伴 不是说眼睛去看 因为佛性的作用 就在你的体用 在你的向大 在你的用大 一接触就明白 那个明白就是佛性 展现出的向大 那明白就是该怎么做 那个大地大用 就是他的用大 寥寥建 他不是看到不利相待人所 寥寥建 很清楚啊 那是自信的体用啊 这次名为大内伴 是大内伴为大象王能振其底啊 这大象王 这大象王 哦 这个比香象还大 还壮 哦 大象王 大象的领头啊 象是 象是和群的 那有个象 有个象 有个象 每个象都有和群的五个六个 一个象群啊 五只六只 一对公母 像带的一群小象一对一对 那大象王是带几百几千的大头像 所有这些象群啊 都要听他的话 那大象王权围很大 他特别大 特别壮 那力大无穷 所以这个 为这个大象王 这个 这个 能禁其底 他的好问题 他能够禁其底 走着大后底 很稳 所以他能够当领袖 当头 带领大家很安全 这大象王是谁 这诸佛啊 法身大师啊 依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依 禁法界只有一个体性 一法就所应 它正如这一法 真的 你不要看我们的宇宙 生活文像 就这个空灵的本性 他这么缘起 原起了死法界的震暴身心 原起原起 死法界的阴暴世界 都这一法 原起了青黄赤白大小方言 原起了植物 动物 矿物 然后原起的东西 再复为原起 复为原起 再复为原起 原起来原来原起 原起到这世界 身额万象 说不出你是什么东西 啊 这死法界有什么 昆虫 植物 动物 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的矿物 都是这么一个空影的东西 这样原来原起 了解我意思吗 他原起了 跨格 跨格原起的 脂质 中质 电质 脂质 动质 变成了原子 原子在分子的分子 分子在复为原起 变成了什么东西 植物 动物 矿物 固体 液体 气体 这样 通通这样的原起 所以这么多多东西 所有的原起 只有一法 所以你把任何东西 把它分析到最后 就是那个能量而已 声音也是一样子 青黄 赤白 大小 红眼 植物 动物 矿物 什么 分析到最主的能量 包括生命也是个能量 生命能量是心能 那植物呢 这个物质呢 这个能量叫职能 那心能 职能 都是入来藏原起的东西 所以入来藏原起的 最该开始就是 心能跟职能 由它原起 心能会变成很多种 我们有群众生 而职能又变成 互为原起 就原起了这么多啊 所以佛陀看到这宇宙 是原起的真理啊 因年有自信空 是入来藏原起 他体性的入来藏 他了解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 你有什么好计较 因为都靠 最后一场梦就是靠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理解以后 你要修放下 不用去想 就靠 包括你现在这个身子也是空的 你有什么好得失呢 所以啊 所以啊 这大象王者诸佛啊 法身大事 他真的 亲自如来藏妙在那里 看到原起的本体啊 正如这本体界啊 本体界 这个所有生的万象 本体康 他看到这个 他真正就近解脱啊 三男子 如果模糊弄起 模糊弄起的大龙 弄起就是龙 我们讲弄起定 龙的定 模糊弄起的大龙 很大的龙 以及波箭头 波箭头的镇压 他力大无穷 哦 我们讲那个琴拿 你要跟他 跟他怎么样 他一下子把你寻住 你的动弹不得 他很厉害 反正一压你就镇压 就把你压住了 你动弹不得 手给他拿到 你就动弹不得 对不对 乖乖的 还有大力士 那这个波箭头大力士 这就是天中的大力士 天中的大力士人 这个名称不一样 波箭头也是大力士 天将大力士 你看 这样多的大龙 波箭头 大力士人 经历多数所不能上 这叫大山 这个大山是铁尾山 如果铁尾山 西米山跟铁尾山比起来 还不能比 西米山 西米山的顶 西米山顶是道立天 所以道立天 所以道立天还是第七天 他住在西米山的顶 上去的夜谋天 但你要知道 我们那个天形楼叉 可以跑到异界的第六成天 所以当约比丘要出家的时候 地形楼叉 他飞不高啊 他跑不高 他会告诉天形楼叉 天形楼叉可以 跑回到 跑到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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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 一届第六天 告诉那魔王 有个出家了 魔王就很难过 有个要处理他 带领他的徒众跑掉 所以叫布魔 那铁卫山就很高啊 那些大龙啊 还有镇压啦 大卫士 天上的大卫士 他不能上 大铁卫山 这样围造我们的三千大千世界外面 一个大铁卫山 这很高 所以神文言觉及诸菩萨 魔豪那觉大力士所不能见 这来明星大涅槃 所以神文言觉还有全教菩萨 知菩萨就是子权教菩萨 不是法身大事 他们还是用心意识 还没有见佛信 还没有证着山德涅槃 对不对 他还在心意识的天流 还有在修绝观 这个都还有绝照了 修绝观 这所不能见 这就是名大涅槃 佛陀在举例说 付出善难者 所有小王所住出自己的小城 这个国家很小 他住了丢个小城 像我们现在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是哪一国 你知道 哪一国 环体冈 很小 他只是一个城而已 环体冈是个国家 他这个国家很小很小 他国家都很小 但他整个很小 这是个小城 还有我们根本有邦交的国家也都很小 但是他住土地很大 就人口三万 三万都是这样的 他常常全家来 总统全家来我们台湾医疗 身体检查 他们那里没有好的医院 但是我们要顾及这些邦交也都欢迎他们 来我们这里做健康检查 这是小国 所以住的当然是小城 那转轮盛港所住的地方 那叫大城 转轮盛港 那很大 那很大 如果是金轮王 统做四大步骤 统做四大步骤 就是宇宙 他开的会议这不是联合国会议 不是国际会议 是星球会议 星球会议 他管四个星球 所以这个金银铜铁 所以他的城当然很大 铁轮王他管一个星球 他城很大 那僧文元节 八万 六万 四万 二万 一万住处 明文涅槃 这僧文元节为什么讲八万 六万 四万 二万 一万呢 因为虚弱凡国 他要八万节才能够成佛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这八万是指节 我们前面讲过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 虚弱凡国要八万节才能够成佛到 前面讲过 八万节 不晓得几页 你们再找一下就可以找得到了 有有 四百一十三列 你看 感应道交 我这么一翻就关到这一页 一感应道交 你看 四百一十三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后面 第四个字旗 有没有看到 希多凡则八万节到 斯多凡则六万节到 阿拉罕则四万节到 阿罗汉则八万节到 辟资佛则十千节就一万节 以至于顾名不道道 就道涅槃 所以你看 希多凡他也是涅槃 他要多少 他八万节 所以他在这八万节以内 都不叫大涅槃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超越八万节以后 他才入得正的大涅槃 他在这八万节以内 还没有正的大涅槃 所以希多凡八万大节 斯多凡六万大节 阿拉罕四万大节 阿罗汉两万大节 辟资佛一万大节以内 都叫涅槃而已 了解这个意思吗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他在这个时间以内 因为超越这个时间 他才能够正三德涅槃 才正大涅槃 他没有超越这个时间的修行 在这个里面他还只是涅槃而已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以内 希多凡国八万大节的时间以内 斯多凡国六万大节时间以内 阿拉罕四万大节的时间以内 阿罗汉两万大节以内的时间以内 辟资佛一万大节以内 他所住的这个时间以内的境界 叫做涅槃 等他们成就了无上法王了 明心见性了 这个三德涅槃了 这个住次 这个境界 这个政治所安住的这个境界 才叫做大波涅槃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了 以事故名为大波涅槃 所以为什么叫大 就是你要真正要有这样的时候的 历世恋心的修行 把这个无名破除 用佛性 这三男子 譬如有人见四种兵不声不畏 当之 是人名为大众生 那古代那四种兵 都是看起来非常的雄壮壮观的 国王有军队有四种军队 一个叫相军 哇那相军后面都有人了 还有马军 还有车军 还有步兵 哇这个士兵一出来 非常的壮观跟雄壮 哇 然后还有前面几鼓 还有那个旗子 江津 江津旗 还有旗鼓 哇大家喊后冲锋啊 这个喊那个 那个先天驾降的鼓声啊 会让你震撼 会让你惊吓 会让你 自然退避 退避一下子 所以看到这个士兵啊 一点都不在乎 如入无人之地 根本不会在乎 当初这人 叫你们大众生 这个人 这个大众生 有胆识 有胆识 不会聚 我们台湾话叫什么 这人有叫小 对不对 这有叫小 叫小或者叫小 对不对 有胆识 这个大众生 他不会聚场的 什么面临什么大军生死 面临生死 根本了无一点惧色 这大众生 若有众生 以三恶道烦恼 恶也不生不畏 偶能于一种广度众生 当作世人得大念 假如能够三恶道啊 你看到了第一道 那更苦啊 他能够第一化红脸啊 到第一天宫不二境界 能够在第一 普度一切众生啊 在三恶道烦恼也不生 不生不畏 华能中广度众生 在苦难的地方 在畜生道 在恶鬼道 在地狱道里面 普度众生 像光木云遇到 恶鬼道中的那个 那个鬼王 后来那是七弟菩萨 那法身大事 当作这样的人 是大得大内藩 他在里面得解脱 因为他见信 他看了那些像 都是非常庄严 一针庄严 司法就一针庄严 所以地藏菩萨 在第一看那个 八寒八寒的一针庄严啊 因为他这 他是我们心变出来的 心是个庄严啊 是宝啊 所以若有人能供养父母 恭敬沙门及婆罗门 修至善法 所言成熟 无有欺诈 能忍诸恶 会失贫困民 大丈夫 这样叫做大丈夫 那菩萨也有大慈悲 灵敏一切 遗诸众生 幽如父母 看了众生像父母一样 关心他们 自他之间不可好端 所以像佛陀 看每个众生 都是他的独子 而能度众生 你生死佛 朴树众生 一死之道 这一死之道 就见信法门 见信法门 趁法行 一死之道 率性之味道 无功用行 这一死之道 能够教导众生 真理就在你的心里头 不是在外面 不是在教条 是在你清净无染 无所依止的本心 那你怎么能够 恢复到你清净无染 无所依止的本心 你要了解万法皆空 万法违心 当体即空 他就如来照妙真如性了 你才真正可以放下来 你才不是以生死命 以灭只生死 压伏他 你整个哄哈 因为你知道他空的 就算你梦醒了 你不用再怕梦境了 没有行才会怕 醒过来有什么好怕 一死之道 就先让你看到这梦醒了 然后接着放下来 放下来 随顺这个清净无染 无所依止 连放下都没有了 这一念心 他遇到了原来自生自显 那就一死之道 给你的经历 那就是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亚 所以能够朴树众生一死之道 这圣名为大波涅槃 这就是大波涅槃 就是我们随顺真如法性的 既体大既相大既用大 过既长乐我尽了 好 我们时间超过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众位大哥一起合掌 恭念回相机 愿于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